回到这 我们简单来 复习一下我们上节课一个内容 好,我们第三天在这 好,还是一个虽然是复习就有时间可能觉得这个就学过了 然后接着就会开始犯困了 还是复习还是验证听一下 好,上节课应该上天嘛 就是我们第三天 我们主要是学了这四语言概述 不要觉得这四语言概述只是学一些历史 我们是主要是学了一些环境相关的 今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可言为语法了 好,首先我们先学了一个 一开始是历史 你要知道一开始是秩序语言 后来有了汇编语言 后面有了一个什么语言 高级语言 我们试语言只是词中的一种高级语言 然后在这边我们需要注意一个是什么呢 高级语言的时候你要注意 因为我们的这个计算机只能识别什么语言了 机器语言 所以说这里面呢就免不了有一个什么过程啊 编译嘛 就是说翻译那个过程嘛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编译器存在一个意义 它通常都是这么一个了 高级语言 它先翻译成一个什么呢 它后面会汇编 汇编之后再来一个是说机器语言了 那接着它一个完整 我们等会再来看啊 好,接着后面我们就写了我们第一个诗语言程序 然后后面我们写程序也是围绕这么一个程序的啊 好,在这里面呢 有个头 首先一个头文件嘛 你要调用函数之前 你需要包含那个头文件 啊,这个头文件包含什么样的头文件呢 你主要是干嘛的呢 主要是通过一个手册 你可以查门手册 包括一些别的 然后接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这个头文件实质上就包列举了这个函数声明了 啊,这个函数声明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后面我们还会学习 那养成的习惯使用某个函数之前 你就包含同文件 如果你不养成这种习惯 你在下家里可能就编不过了 好,接着啊 我们在这 在这里啊 我们还有一个主函数 然后我们尤其只有一个门函数 就我们的视频 它模样调子会从这个主函数开始掉 你不能够出现两个门函数啊 出现两个门函数你就编不过了 然后里面呢 这边有个返回 你特尼不不一定说非的要返回零的 你返回-1-2-3 随便写个数字也行 然后只是说一般呢 都是代表着0就返回成功 好,类似的每一个你返回别的也可以 接着在这里面呢 就打印printf 我们昨天也是用了这么一个函数嘛 这个函数主要是把东西往标准输出里面 输出一些内容的 标准输出就指我们的屏幕 然后接着还有这里面有个注释嘛 好,接着还有一个需要注意一个地方就在于 语句通常都是以什么来结束了 对方号 还有这个函数调用啊 你需要注意一个地方就在于函数调用 你只能够放在大框里面 你不要放在大框外面啊 你编不过了 这边我们需要注意的 然后面我们是怎么简单来用一下这支GCC编译器 和你说一个地方就在于 有时候如果你不是在Linux下面写东西的时候 你用VS和QT你需要体会这个GCC吗 你点一下按钮 你就可以编译代码了嘛 所以学程序的时候 不是要你学这一个内部的一些 一些啊 它怎么实现的 我们只要怎么用就行了 我们就怎么来用就可以了嘛 所以在这啊 我们就是一个编译器 我们怎么来编译代码了呢 好,在这 首先呢 编译代码之后 你可以在Linux下面平台里面编 然后接着来一个GCC Hello.c-hello 或者把这个hello 你可以放你这两个啊 hello.c你可以放在后面也行 不过习惯这么来写啊 而这样的话就编译这个代码 比如看了你只写了一部 它最终也经历了什么 四部了 预处理编译汇编链接吧 好 接着在这里面还有一个 你可以不指定什么了 不指定这个名字 它就在你这个当前路径上面生成一个什么 A.out A.out是不是 好,接着在Windows平台下面呢 你也可以通过一个什么呢 GCC来编译 不过你需要配置一下环境变量 你用,实际上你真正用的GCC是谁的GCC呢 应该是QT的一个GCC了 那接着用法之本上是类似的 我就不再重复了啊 好,我我们还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 这个是语言的编译过程 这诗语言和现在是 呃,类似的一个 然后接着这一个编译过程呢 可能在后面我们偶尔会用到在这 后面我们会选一个叫makefail 这是一个代码管理一个工具了 然后包括我们有时候要想看一下 啊,它内部的汇编是生成怎么样的 你可以通过它生成一个汇编代码了嘛 首先预处理呢 它的作用是干嘛了 投文件讲开吧 那怎么理解这投文件讲开啊 是不是你在包含投文件的地方 假如说你在这边 include包含一个投文件 它实质上在预处理的时候 把你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没了吧 把投文件内容是放到这 这边需要注意 然后接着预处理会把这些注释给它干掉 注释是没用的 不是有效代码一部分嘛 好,接着还有一个关于编译 编译在第二步就是它会生成一个什么代码 对,汇编代码 它生成一个汇编代码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这第三步它叫汇编啊 汇编它会生成一个什么 将汇编生成一个什么代码 目标代码对不对 但是这目标代码你是不能够直接运行的 对,因为后面它需要链接一些动态控了嘛 对不对 那这里面说到动态控啊 你可以简单认为 你函数调用 是去点菜 但是你只是点菜了 这个菜有吗 相当于说它是不是去到找这个动态库 这种动态库就是这个函数的实现了 你点完菜你要去厨房那边干嘛 是不是做那个菜之后才有啊 类似那么一个简单来理解 好,接着还有一个有时候你要看这个程序能不能执行 你拿一个什么就可以了 啊不是那个 file你可以看一眼啊 你就可以查看一下这个文件的一个这么一个嘛啊 那假如说有一个叫file 后面是有个hello.o 你只需要这么来查看一下就能知道它是不是可执行了 有有时候你需要注意啊 你不是说你给了它一个可执行 它就真的能能够执行啊 有些人就觉得老师我给它可执行传线 那它不就可以执行了吗 那接着后面写一个777嘛 你后面再写一个 那接着它肯定有可执行传线了嘛 有时候你试一下点写看它有没有反应 它不一定有反应了嘛 那接着你整一个图片 你能不能给它777 你一张图片可以吧 那接着你这个图片也是二进制代码嘛 因为你看不懂啊 里面的东西 那你点写看看有没有现象啊 一大堆一些乱码或者执行不了啊 所以有时候这个命令啊 你就能看到它什么时候有能用呢 它不能执行的 这里看一下这个文件一种格式 那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嘛 好 要接着啊 我们呢 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分布编译 然后接着来一个ESC 是不是 还有一个是什么 ISO是不是iOS啊 是类似的每个 后面还有个链接这一步 链接这一步啊 这一个什么手里可能会体会深一点啊 可能有在还是那个 后面学那个MakerFail的时候 你可能体会深一些 暂且我们可能这一个 会经常用到 啊 这个会经常用到 偶尔会编这个也会用着 因为你想看一下 会编它转换成会编长什么样的啊 特别是后面我们学西亚教的时候 西亚教里有一个叫做函数重展 你想看一下它和西亚有什么不一样的了 那你只能看后一遍了 你只能看后一遍了啊 好 这是后面我们再来弄啊 然后接着啊 我们呢就一起学了一个叫做关于一个函数调用 先做一下铺垫 因为后面我们还会学其他函数的一些调用嘛 我们学一个叫System函数 然后接着在这里面呢 因为我们没学到函数 我就没有重点强调它的一个流程了 学函数了 一定要注意 最重要是有五个要素的啊 来五个要素了 我把这个我看一下啊 我在这里面打开这个吧 我用这个吧 因为我那边还没开起来 好 我在这里面写一个sy 你可以stm 首先呢 投文件 这是其中一个 你要紧接着函数名字也是一个 你这个函数名字 哎 老师我能不能用别的名字啊 我能个my system行不行啊 他规定好这个名字 你只能用 这两个是不痛不痒 感觉是不是特别重要了 一个投文件 一个函数名字 一定要用这个文档规定好了 另外呀 三个就比较重要了 功能参数返回值 所谓的功能呢 就是说 你要知道这个 这边有一个函数说明 你要知道这一个是什么 这个什么 什么fork那些呢 它的内部原理 等到我们学的系统编程 你再来探究 它的功能就是说 你要知道它干什么用的 譬如说你买个手机 你至少知道它是手机 能够上网 能够干什么 你才去用它吧 对不对 然后接着知道 干什么用的了 所以就是功能了 就是说这个函数干嘛的了 它是在一个函数内部 然后启动一个外部程序 这就是它的功能了 那知道了干嘛用了之后 是不是下一步 你知道它怎么用啊 相当于我刚才出差 那个死衣机 我知道它是死衣机 人死衣服 但问题在于我不会用啊 首先一个它门坏了 另外一个 我试一下 我开了一个东西 它确实能转 它一开始转了 一下之后 它就不转了 我以为坏了 后来问它能用吗 能用 这死衣机很奇怪 以前呢 死衣机就立马灌水之后就转转转转转转转 它不是啊 它一给一点水 然后接着它不转 过了几分钟稍微转一下 接着再过几分钟再转一下 到后面 应该十分钟就狂转 我怎么能猜到它的这么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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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转的方式啊 所以这个函数也是类似的 你知道它是干嘛的 那你还得知道它是怎么用的啊 所以在这里面怎么用啊 就是这个圆号圆括号里面的这一个参数 这个后面会学的一个 而这一个叫做什么插心花呢 你就传一个字符串的 那接着我们就里面就传那些命令了 好 接着还有一个返回值 这就返回值了 这个返回值你可以不用的啊 所以就功能参数返回值啊 好 回到我们这 这个函数怎么用的 然后接着在这边 我们在另一个视频台下面呢 我们要用它包含同文件 了解在这边调用的时候 是不是敲一个命令啊 那除了命令呢 它还可 我们这写的程序可不可以 另一个视频台下面可以了吧 是不是 然后假如说我写了一个其他 我是经常起个名字叫外部啊 在另一个上面 你不要忘了要加个什么啊 点写看了嘛 如果是分钟视频台上面呢 直接就可以了 对啊 我昨天敲代码总是敲错 因为我习惯在另一个视频台上面写嘛 好 接着还有一个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的诗语言 并不是你想象中它移植性那么好 它在不同的平台只能够保证你能够运行成功 它并不能够保证你所有平台运行的结果都一样的 所以看一下那边有个有缺点 那个缺点 其中写到一个诗语言的移植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 好 接着在这里面要注意 我们返回值不同的视频是不一样的啊 然后接着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稍微了解一下就OK了 你这也可以简单验证一下 好 接着后面呢 这两个QT还MFCQT我们后面会学 就说后面我们就月班会有的 就做图形界面的 就相当于说我们在这边我们培训的时候你要注意 基本上我们大体的很多东西都会学一下 然后接着以后你再转一些别的也挺方便一个 那我我整这一个只是用让一些小伙伴以前如果你大学里面没接触过图形界面 你都不知道诗语言你干嘛的 我就让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诗语言 就说拿个图形界面就可以掉一些诗语言的一些代码而已就这么一个目的啊 好这个图形界面啊 后面我们还会试学了解着主要是在于如果是QT的话 你选选中这个按钮后面有一个什么了 右肌有个什么 就转到潮啊 右肌转到潮就说点这个按钮啊 最后面你是不是就掉入那个杭树啊 这个要注意等到最后一天我们做小案例还会用到这么一个特性啊 就主要是QT啊 MFC要稍微了解一下 MFC是微远一个图形界面框架 好接下来呢 我后来还给他介绍了一个关于汇编语言 在这边我们又把寄存器写进去啊 因为那个稍微了解一下 好接着那个关于寄存器我简单说一下 我们的程序首先在硬盘的 你点鞋干运鞋 你双击了之后 他会把这个硬盘里面这个程序加载到什么地方 内存嘛 了解着只要线车运算 让他不是在内存里面运算是在什么地方 是CPU那个寄存器的地方啊 所以我前面举一个例子 CPU就像皇帝 寄存器像皇帝里面的什么 小片家小片间是不是那种啊 好接着在这里面要注意啊 我在这边简单说了一个汇编语言 我只是给它做一个了解 就告诉大家你写高纸语言有时候很方便 而你写汇编的时候 你是要考虑很多问题是这样的吧 然后接着这边呢 你VS可以嵌套一个汇编代码 那接着A等于3 B等于4 还有A加B那一个步骤 我是用汇编简单写了一下 那接着你能看着了 这么简单一个 最终用汇编是好几句话 还有借助自存器啊 然后接着这个稍微了解一下 VS也可以通过反汇编 你可以看到它生成汇编代码 那拎拎那个是下面你就通过什么了 假如说有个哈喽点C 以后可能你会看啊 不过一般在诗语言我都不看 因为诗语言它汇编不是特别 看起来不是特别的清晰 它的比较复杂 叫gcc-s 写错了 对 esc hello.c 然后-o 然后接着直接生成一个hello.i s 你可以一步到位把它直接 就预处理汇编一起做了 直接让它生成一个汇编代码 也是可以的 好这边啊 好就关于汇编稍微了解一下 一定要记得运算的时候要再继承器 稍微了解一下就ok了 因为今天我们会简单说一下 继承器变量 好接着还有一个集成开放环境 有个叫qt 有个vs 这叫vs嘛 有vs的时候qt基本上 它不好的地方就不能有什么 不能有中文 然后还有一个bug是什么 添加新代码的时候要重新关了 是不是 好vs了 它可以有中文 但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在于 用一些标 你可以认为比较好的地方 它可以检查 让你的代码更加健壮 实质上你用一些这些函数啊 它认为不安全 所以不一样你直接用嘛 那接着这时候啊 你就需要注意 如果出现这种错误啊 你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嘛 两种方式 是一个是通过这一个红啊 另外一个通过这个 另外一个这一个 把它一个这种警告给它去掉了 好两种方法都行 然后接着我习惯用这一种 因为这种我记不住 这种啊 难道我就能记住吗 我也记不住 但是上面有提示啊 我只需要加一个地方 把下面那个警告 它是有个提示把它复制上去就行了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要注意一个地方 不是因为我能记住 我都记不住啊 要接着啊 昨天有有个小伙伴问我老师 我这个怎么qt能够安特补件补传 我vs不能补传 vs2013是不能补传 如果你感兴趣 你可以在网上收一个叫番茄住所 你可以配置一下 我不配置 因为那个番茄住所本来就收费了 如果你破解完之后 经常会有bug 经常你这个vs无缘无故 不突然崩了 以前我总配置啊 然后每一个了 每个每个班学生都说老师 你这个流氓软件 我是怎么流氓的 我没装之前我vs好好的 我装完这突然无缘无故就崩了 所以我现在我都不装了 对你可以装一下 它是有个插件的 那是2015你装好了吗 2015它是有提示的 我记得啊 对它是做的比较好的啊